构成加拿大大西洋省份的四个省份分别是新布伦瑞克省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新斯科西亚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 这些省份面积约488000平方公里 188000平方英里 人口超过240万人 2011年 这些州的GDP合计约为1218.88亿美元 截至2021年 加拿大大西洋地区总面积约约为488000平方公里 188000平方英里 人口超过240万 2011年 这些州的GDP合计约为1218.88亿加元 1949年 纽芬兰被接纳为加拿大的一个省后 大西洋加拿大一词开始流行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2021年 加拿大大西洋地区的人口约为240万人 大西洋四省是新布伦瑞克省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新斯科西亚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 2011年 这些省份的GDP总计约为1218.88亿美元 1949年 纽芬兰被接纳为加拿大的一个省后 大西洋加拿大一词开始流行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 2011年 加拿大大西洋地区的GDP总额约为1218.88亿加元 这个数字代表了2011年新布伦瑞克省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新斯科西亚省和爱德华王子岛 这四个大西洋省份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 但要注意的是 这个数字并不代表加拿大大西洋沿岸地区的GDP总量 因为它不包括同样位于大西洋沿岸的魁北克省的GDP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于1949年3月31日 被接纳为加拿大的一个省 成为加入加拿大联邦的第十个省 在此之前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自1907年以来 一直是大英帝国的自治领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远